随着数位科技时代的来临 纸张需求日益减少 台湾的造纸业也因为少纸化浪潮的出现 有的纸厂目落消失 有的则以机械造纸取代手工造纸 但在南投埔林 有一家传承两代的手工纸疗 董事长黄幻章至今仍保留最传统的手工超纸文化 如今还成为文化资产的保存者 黄幻章说即便他抗癌九年 仍努力让这个产业在夹缝中求生 他是如何转型 宣制研发出100种农作物废弃再生能源的纸张 现在就跟着镜头带你来了解 因为手工纸用的就是树皮原料 那树皮只要是杵树跟艳树 菲律宾进来的原料 它跟砍树没有关系 它是种植的 那这个树砍下来以后 它利用锅皮起出中间的内表皮来造纸 有别于卫生纸的木浆 这一长条一丝丝像笋干的 就是手工纸的重要元素 它其实这个已经蒸煮一天 然后放到水里浸泡两到三天了 不过可别以为这样就清洗干净了 这成堆的树皮还得先经过人工挑解 把颗粒杂质完全去除才能进行打浆的动作 把漂洗后的纤维原料打成浆状 变成纸浆后 当它水分瀝干 摸起来的触感就像是泡过水的卫生纸 这时就必须交到师傅手中 你会看到师傅的手会有摇荡的动作 那其实它这样一张去摇的话 水中的纤维本来是散开的 它会摇荡的外力影响 胶织成一张纸 所以纸的纤维它是平面纵横不规则的胶织 那排列组合来说的话 每一张都会不一样 那你在它已经做好的纸 它会像这样子一张一张不断的重叠起来 它的纤维彼此都是错开的 所以没有人为外力再去影响它的话 它不会粘在一起 就算最后把水分压掉了 到风指师傅那边 还是可以一张一张分开 这个纤维有点清晰 我看后边 后边都吃不下的垃圾 我跟他们说 越清晰 老闆拿越多纸出来 只要是身体可以附和的情况下 二代老板黄幻章 都会到工厂关心一下这些老师傅 因为他们的大半辈子 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 一张纸的行程是集中 用重人之力才完成的一件东西 它是让创作的人能够发挥 能够表现 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说这张纸 为什么有这种效果 为什么这张纸那么漂亮 我做这个行业做那么久 我非常感叹的 造纸的人都是隐心人 每一个都是隐心人 手抄纸的生成 完全得靠师傅的双手 来回不平摇晃 摇得越久 纤维沉积越多 纸张就越厚 不过师傅最后 为什么要放那条线呢 他要盖上来 一定要先放那条线 那条线叫做区隔线 这条线很重要 因为是要让轰纸的师傅 把纸张分开 插完的纸一叠 那非常脆弱我们叫纸豆腐 因为它含的水分有70%以上的水分 所以含水量非常高 你稍微一碰它就变形了 对 所以它就要放一夜 让它的水分 再多余的水分让它慢慢流失掉 流失掉一些第二天再慢慢加压 这个流程一定的不能改变 历经六到八小时渐进是加压 纸豆腐总算变成纸豆干 师傅们才能一张张烘焙成纸 你看它把第一条线拉起来 其实那个纸的边缘会被它勾起来 它勾起来才会附着在取纸棒上 然后师傅就是这样子把纸张分开的 千万别小看这刷屏的动作 师傅不但得承受90度以上的高温 而且那支松针刷将近一公斤重 刷的瞬间力道得掌控得宜 纸张很薄的 纸张厚的 那个力道完全不一样 刷的时候那个力道要均匀 你不能有些大力 有些小力 所以每一个力道下去要均匀 要快速让它干掉 因为它30秒里面就干了 那一旦变起那张纸就不能用 所以它要快速敏捷去决定温度 跟它的力道 一张手工纸的制程最少需要五到七天 每天的产量大约在两千张上下 黄焕章感叹地说 造纸业全盛时期工厂的产能 比现在多出四倍 想当初埔里不但是造纸业的重镇 还被称为手工纸的故乡 埔里2010年来有四五十家 但是问题你看很短的时间 一下子就变成两三家三四家 所以这个消失的速度太快 也看着造纸厂一家家关门 当时的黄焕章更是堡黄无助 因为那一年他才34岁 刚接手父亲打下来的大片江山 七八十万一个月了 现在到现在来讲 落到大概一个月一到十万 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我当中的客人没有 他说里面的那个纹路我不要 柔纹的你还不要 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关一家身里面的压力就大一次 不晓得哪个时候会轮到你 现在我也非常感叹 辛苦工作到老的时候 就是本来一些辛苦 哪来哪要吃 那个也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但是我也有非常努力过 毕竟我现在还是那么努力 传统手工造纸是一个水深火热的行业 黄焕章曾经辛苦到想要转行 也曾绝望到想要放弃 但即使到现在 他被病魔缠身长达九年 能信息手抄纸的未来 一个很大的原因 会让我们继续装饰 就是对这个纸上的一个喜好 对工作上的一个喜好 没有这些艺术支撑你的话 那么没有后面一起师傅跟着你的话 早就放心 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下去 自己能不能生存 就看今天有命的 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 黄焕章努力拼转型 率先推广职产业的观光计划 让游客当场DIY体验造纸的乐趣 好吗 好 那我们就开始一人的位置 差点时间 除了跟旅行社合作之外 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学程 里面有一个安排 有一个所谓的以前叫远竹 现在是校外教学 当然设定就是说 不是完全让你出去玩 当然这个里面有学习的一个意味 当然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一个 所谓能够转型的一个条件 之后把这一面发展的话 当然就比较有生存下来的一些能耐 这个我想1、2、10年的开放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今天就让它表现 可以一看就知道它里面有洋葱皮 所以我们时间就不要打那么久 您相信吗 家里不要的洋葱皮 只要用热水烫过 让它纤维染化 再用果汁机打碎 就能变成造纸的原料 这个叫扇姜 让它完全组合 水槽里除了水 纸浆原料外 别忘了添加悬谷剂 也就是马拉巴黎 发财树根部的植物胶 我就轻轻摇葬 我们这个示范都是在家里 可以示范的 就是这么神奇 只要加入不同的创意跟巧思 每张纸做出来都是独一无二 千变万化 1999年 乌淑丽就是看到埔里的 脚白笋壳丢掉浪费 于是她所手研发 用它的纤维做出最具特色的 洗肤纸 这个是在过后 我们做100种 农皱物晦气 晦气再生能源的纸张 这个是其中一款 除了废弃物的农产品外 乌淑丽秉持着实验家的精神 她把脑筋弄到 可以吃的食材上 变成食用纸 其实跟造纸都一样 比较难点就是 因为它不添加任何的东西 所以它组合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一点技术性 去组合它的纤维的 那个相互交织的力道 花了两年的时间 失败上百次 可以吃的纸终于在2011年 正式生产 也为台湾的造纸文化 开创新的一页 不过最让黄幻章遗憾的是 台湾的手抄纸至今没有自己的名字 我想我既然站在 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也很想说 能够把台湾自己制造的东西 能够随便一叫 就让人家知道 这个是台湾的东西 你这样的有区隔的话 那么你才有办法立足 为了取名 黄幻章这些年来绞尽脑汁 始终想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如今他又成了手工纸的 技术保存者 身负重任的他 必须把造纸文化好好传承 在台湾这个区域 已经毕竟是 比较小众的一个区域 能够把它提到 国际上发展广大的话 那么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我们希望有生之年 这个也能够实现 即使全球面临少纸化 但黄幻章生性 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就能突破西洋产业危机 或许有朝一日 也能在国际市场上 发光发热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 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